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豪 一个用生命问题省钱的男人 这期内容是一期久违了的测评类内容 要测评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一点难以及时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 我真的研究了 乖 小朋友 为什么 几种方法 那它其实是一个同事推荐给我的 它叫做O型腿矫正带 你知道老娘为什么腿这么直吗 因为我每天都用这个绑带绑腿 绑了一年多快两年了 超有用的 快买快买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最起码你每天坐着绑着腿的时候 你就不会撬二郎腿 不撬二郎腿的话 它就不会让腿变弯 那听到了这番话之后 我真是立刻就下单冲动消费 那为了拍这一期测评视频 我也是把陪伴了我20年的腿毛给刮掉 现在老子的腿是不是特别美 就可以看出我真的不是一个腿很直的男生 就并不拢 因为我从小睡觉就有一个诡异的姿势 就是我到现在都喜欢这样子睡 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把那个膝盖给压弯 夏天一到穿短裤的时候 就不敢把那个腿并得很拢 因为你并不拢的话 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开口在这里就不好看 所以今天我就来试一试 这个东西究竟能不能救回我的腿 这个是放在上面的 我真的是搞不懂这个东西你知道 真的好痛啊 是不是勒太紧了 好痛 哇我有点后悔了 哇好痛 真的好痛啊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很像一个角色 就迪士尼再逃的美人鱼公主 美不起来 我说大腿内侧有一点抽筋 不不不 我都要坚持 我都要绑一个小时 再来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像一个迪士尼再逃的公主 那就是 艾莉尔女士 小笔木鱼 小笔木鱼 不可爱吗 不可爱 试一下 这个绑带呢 卖家说是每天至少要绑两个小时才会起作用 然后大概要绑一至两年的时间 才会逐渐的对你的O型腿有一个矫正的作用 绑上了以后就感觉自己失去了行动能力 我的腿 我的腿 就你知道现在最尴尬是什么吗 就我现在绑了腿以后我突然要急 我就很想上厕所 可是我要怎么去厕所 是不是有很多同事在 不太想走 不太想走出这一步了 我们绕远一点吧 我们走别的路 还有人在吃饭 是公开处刑的 算了我决定不上厕所了 我觉得我可以憋个两个小时 能不能去帮我拿个外卖 求求你去帮我拿个外卖 快去 我的外卖要走了 你能扶一下我 还好不行我自己可以 我自己行我自己能行 就绑上这个东西之后 就 只能坐在一个地方 或者躺在一个地方 你就失去了行动能力 人家要急都不能去厕所 不行了真的赶紧赶紧拆掉吧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真的我不知道两个小时要怎么坚持过来 我现在觉得我的骨头就是 由内而外的真的生痕 你知道吗 它不是那种被打了一圈的疼 那就是生痕 我要拆掉了 好痛 我真的好痛 然后我越急越拆不下来 你看它一个小时 这个膝盖这边已经变这样了 我觉得明天可能这块区域会瘀青 然后你看这里 我们看它腿没有变直 变直个屁 我现在整个腿都没有力气 真的觉得骨头在生疼生疼的 我现在觉得我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 真的会有女生坚持用下来吗 会 我坚持了一年多 那你痛就这样讲了 你睡了假的吗 我不知道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咱把它剪下来的 那你睡到一半里把自己剪开了 对 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O型腿脚针带 就是我们成年人的骨骼是定了型的 就是如果你硬要通过外力 让它发生改变的话 那发生的只有可能是断裂 而不是弯曲 那我们看这个图 灰色层结构的叫做骨膜 那紧挨着它这个黄色结构叫做骨板 这两个同时构成了我们骨骼的外皮 那中间这个黄色的结构叫做骨小梁 你看图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骨头它的结构是交错结构的 就是如果你遇到大力的情况下 那不会出奇迹 它们只会断裂 是钢铁指奶 就算你是用一个小的力道 长期潜移默化的给我们的骨头施力 它也不会发生所谓的形变 已经依旧会是骨折 所以这个O型腿脚针带 真的是没有什么买的必要 好了我是小豪 一个用生命为你省钱的男人 记得关注我哟